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里田园秀美 生态宜人 是一个具有水香特色的江南小村 又是闻名辖尔的全球生态五百家民村 藤头村自1998年 以大农家乐概念推出生态旅游以来 全村收益逐年逆增 今年已达1.7亿元 对于只有村民不足千人的藤头村 究竟什么才是他年产过亿的法宝呢 这位老大爷叫得这么大声 到底是在叫谁呢 随着老人的声声呼喊 居然飞来了好几百只鸽子 这藤头村哪来的这么多鸽子 养这些鸽子到底用来干嘛呢 这是我们公司的这个藤头村养的鸽子 我们养这个鸽子呢 主要目的呢 还是为了增加人人的生态玩意识 吕文广今年69岁 人称鸽子司令 从1998年开始 已经在藤头景区工作了17个年头 然后老爷爷给你们封鸽米了 你们每个人有 你们要爱无动物啊 鸽子是合并的象征啊 要知道吕文广不仅是训鸽子的高手 就连鸭子在他手下也一样听话 作为地道的农民 过去吕文广为了增加家庭收入 也搞过副业养过鸭子 当地村里养鸭一般都是放养 就是白天把鸭子赶到河里逆食 晚上赶回鸭棚休息 鸭子数量少还好说 数量一多 从鸭棚到河里湖里 这段距离的行动中 鸭子是否听你的话 就成了饲养的关键 这感觉是很费劲的 怎么才能使唤鸭子呢 吕文广是一个爱动脑筋的人 与鸭子的接触中 他经常观察鸭子的生活习性 慢慢地便掌握了 使唤鸭子的独门本领 兄弟你要饿死亡嘛 要饿死亡你必须用食物来引诱它 你给它进食的时候 拆哨子 那这拆哨子了它就来了嘛 腾头景区成立之后 因为训鸭子训得好 而声名在外的吕文广 便被聘请到了景区 专门饲养景区的鸭子 说实话 饲养白鸭这会儿 吕文广以前可是从来没有接触过 刚一接手还真有点没底 叫掉它是有难度的 但是我就一定心想就要不大搞好 我想到这个天下无难事嘛 你只要自己想到 我要做到的事情 我非要做到不可 就这样的事 来吧 安下新来的吕文广 于是边养边摸索 先和白鸭建立感情 然后创立自己独特的口号 来吧 来吧 长年累月下来 白鸭听懂了吕文广的声音 每次他喊一声来吧 白鸭就从四面八方飞到他的身边 场面微微壮观 李叔叔一声来吧 把鸭子都叫来了 我现在呢也要试试 我也喊来吧 我试试看能不能把鸭子叫来 鸭子的房子都在那边 您把鸭子给我行吗 我认为他有可能是认识这个鸭子 我先喊一声来吧 就来吧 是的 来吧 来吧 这个不对称 这个音量还不够 音量还不够是吧 我再大点声试试 来吧 叫来零星几只 这几只也不是围绕盘旋一下就走了 哎 为什么您就能叫来 哎 是我叫来了吗 嗯 来吧 哦 我叫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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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太好了 哇 我叫来了 很不错 我主机带出来了 伏地带出来了 哈哈哈 哎呀 谢谢您 谢谢您 哎呀 你知道把这种小鸭子能够叫来的时候 你心里那个惊喜是非常强烈的这种感觉 那是这样的 嗯 那我觉得他们可能是认识来吧 这个呼唤的声音 不是 对 这个我为什么叫来吧 那我以前想过的 一个是发音响亮 最主要的是 呃 它的开口音 来吧 这个发音响亮 第二个呢 就是 以前男鹰都王菲唱歌 我叫来吧 来吧 下一个酒吧 下一个酒吧 这个狗 然后呢 这样想跳五样点 目前吕文广负责的白鸽迎兵 已经成为腾头景区的一道保留景 而他也凭借这一专业技能成为景区里的高薪员工 每年年薪在四万元以上 生物在这里啊 这个环境中的有很多人说哦 你很幸福呀 是啊 我是也幸福没有了哦 很幸福的 有你长生啊 哦 我说你谢谢你啊 不用谢 我说你给我快乐 我也快乐 带来了快乐 我一定会长生的 生活在腾头啊 无疑是幸福的 看这是他们以前村民生活的老房子 现在已经被改成了旅游展示区 那现在村民又生活在哪呢 跟着我往这儿走啊 这边一看 全部都是一排一排的小别墅 这些小别墅就是村民住的地方 一栋才几万元钱 剩下的钱从哪儿出呢 全部由村委会给村民补贴上了 除了这些房子这样的福利之外呢 村委会还未美护的村民 都上了什么医疗保险啊 社会养老保险啊等等 让他们没有后顾之忧 可以说目前腾头村啊 是人人有活干 家家有保险 很难想象啊 如此富裕的一个村子 在40年前竟然是奉化 远近闻名的一个穷村 因为地理位置和地理条件的局限 40年前的腾头村 就连村民的温饱问题 都难以解决 穷则思变 腾头村委下定决心 带领村民改土造田 平整土地 并发挥优势 在原来种粮食的土地上 改种花卉苗木 随着各地对绿色环境的要求 越来越高 村里的花卉苗木生意 越做越大 经济效益大幅提升 而在发展的同时 腾头全村上下 却不忘环保 20年前 为了保护生态环境 村里成立了全国唯一的 村级环境资源保护委员会 腾头村成立了环境保护委员会 对所有上马的项目 采取一票否决这个方法 十年以来 已经否决了50多个经济效益好 但是对环境有影响的项目 正是在腾头村委会的带动下 全村上下非常注重保护环境 美化家园 在腾头 绿化面积已经达到67%以上 腾头村逐渐走上了一条 以生态促旅游 以旅游养生态的特色经济发展之路 良好的生态环境 吸引了大批游客来到腾头村 在许多游客眼里 腾头村更像是一个大公园 进这里感觉空气非常清新 就像一个大的公园 大的花园 数挺多的 给人的心情感觉挺舒畅的 风气也好 我们都只在这里 在这样一个大公园里 自然也少不了好玩的项目 下面我们准备小树赛跑 尼亚坤虽说不是本村人 但自从领着他的众多爱将来到腾头 便在这里安营扎寨了十几年 游客还是比较多的 但我们的表演也是蛮喜欢的 特别是小朋友 一天一般来说就是平均两场 多的时候四场到五场 走走走走过去 这是尼亚坤的爱将小猪八号 这会儿尼亚坤正在给小猪八号 进行赛前训练 因为接下来的短跑比赛 小猪八号可是头号种子选手 哎呀不知道一会儿哪只小猪会赢呢 我们来问问小朋友你选你选的几号 一号啊 我选三号 我选八号 到底谁会赢我 你好不好看 小猪赶紧的 准备好排好队 开始 看来比赛还挺激烈的 到底这小猪八号能不能赢呢 赛道全程三十米 现在刚跑了一半 一号选手领先 八号 八号在哪呢 冲刺了冲刺了 哎呀 小猪一号选手率先跑到了终点 他的小猪很可爱 他的小猪很可爱 觉得小猪专口专飞很好 很厉害 有一栋就有一镜 在藤头村呢 你除了可以感受到像白鸽 迎宾小猪赛跑这样非常动感的项目之外呢 也有这样一个静谧唯美的地方 这儿就是藤头村始建于1980年的一个盆景园 藤头精品盆景园占地7300平方米 在园艺师们的精心培育下摆设了诸多的盆景 盆景又被誉为立体的画和无声的诗 它是以植物 山石 土 水等为材料 经过艺术创作和园艺栽培 表现深远意境的园艺作品 有着极高的观赏价值 和经济价值 在盆景园里我一打眼就看上了这样一盆盆景 王老师这盆盆景叫什么名字 叫蒙龙国江 它从苏银的营造机构来看 它从大海等空热器 在折腿向大海 这叫蒙龙国江 证明我们等到雨灵气 这个名字取得还是非常有含义的 的确你看这儿是不是像个龙头 有龙须 真好看这一盆 同时盆景园旅游区根据不同盆景的造型 流派推出了学制盆景和盆景取名等旅游活动 让游客边赏边玩 还能参与其中增加了许多的趣味性 为了吸引不同爱好的游客 藤头村里还陶头村里还陈列有明清凤邦石窗馆 这些石窗展示着上宿秦旅游戏 与明清的凤邦石窗馆 在全国也属罕见 历经快二十年的磨合和发展 藤头村农家乐生态旅游搞得可以说是风生水起 每年近六十万的游客慕名来到这里 紧门票收入就能达到四千多万元 而随之销售的旅游纪念品 特色小吃等周边产品 也成为当地村民一定的收入来源 中文字幕提供的旅游戏 这边冬天了 一到冬天以后比较湿液 容易得风寒感冒 所以我们自己熬一个姜汤的话 可以自己身体 可以提到预防感冒的作用 哦 制姜汤还能防感冒 而且我越嚼到后面 就觉得嘴里越热 嚼到最后 感觉特地有一团温暖的小火苗一样 怪不得能制感冒 那这姜汤是谁熬的呀 是你熬的是吧 太好了 傅明波是土生土长的藤头村人 今年37岁 高中毕业后 在藤头汽车驾驶学校 担任教练六年 随着藤头农家乐旅游的发展壮大 傅明波看到了一个商机 就是卖有藤头特色的旅游产品 姜汤 而这个生意一做就做了十几年 我爷爷那个时候 就已经在开始做这个姜汤 但当时由于物质条件 比较匮乏 只是我们给我们自己家人做一点吃吃 所以儿时的时候 我那个对姜汤的记忆还是很深刻的 做姜汤可以说是藤头村的传统 封年过节这里的家家户户都要做姜汤 其中要数富明波家里做的姜汤最好吃 受到本村人的一致肯定 我们这里做姜汤的很多 如果没有新的点子 很难吸引游客过来把姜汤卖出去 卖家一多必然影响生意 傅明波名思苦想想出了一个主意 就是让游客能够亲身体验到 做制作姜汤的那个现场过程 谁知主意一出 遭到了全家人的反对 尽管家人反对 但傅明波有他自己的道理 展示制作过程可以体现自家姜汤的品质 让游客看到以后产生信赖 而让游客参与制作 则可以通过亲手体验动手的快乐 而吸引游客 没想到试行一段时间之后 竟然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就这样 傅明波的姜汤现场制作 应游客要求保留了下来 并已成为藤口农家类的一道 独特警官 我已经洗过手了 我能试试吗 好嘞 我能拍照过的太多了 把他挂起 进去拿来 站住 然后往上挂是吗 挂打挂打 挂挂 还真是好手 还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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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要拉长 是吗 我怕我 我怕我弄一会儿 这个东西到最后都掉到地上了 还是换你来吧 哇 好烫 好烫 傅明波 我来问一下 为什么这个姜汤要反复的撑拉呢 因为通过反复的撑拉以后 使那个姜汤汤里面的情况 更加融合在一起 变得更加落实 摇起来更加舒适 傅明波告诉我们 如果不是藤头村发展了农家乐旅游 姜汤这门手 最多也不过是个走街串巷的小生理 而现在他足不出户 每年就有三十万元的收入 用他自己的话说 做姜汤不仅是对祖辈记忆的一种传承 同时也留住了儿时诸多美好的回忆 吃过了甜甜的姜汤 我这蝉虫彻底被勾出来了 让我想到了来藤头的另外一个重要的目的 那就是寻找一样非常具有地方特色的美食 玉奶头 有句俗话不知道您听了没有 叫做跑过三观六码头 要数凤化玉奶头 这句话不仅是比喻一个人的经历 见多识广 更重要的是说明这个凤化玉奶头 像是北京的烤鸭 杨春福的大闸蟹 腌他的大苹果一样 在全国都是拥有相当大的知名度的 是藤头乃至凤化的一道美食名片 哎呀要是吃不到玉奶头 岂不是白来了藤头 到哪去吃玉奶头呢 跟我去找找吧 玉奶头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美食呢 我们的记者在藤头又能不能找得到呢 广告过后请您继续关注生财有道 不足千人的藤头村 在注重环保生态的前提下 大力开发农家乐生态旅游 诸多有趣而独特的游乐项目 每年都能为藤头村带来上亿元的收入 而当地有名的玉奶头 也是诸多游客必尝的特色美食 那么玉奶头到底什么样 我们的记者又能不能顺利地找到呢 各位小桥流水人家 绿叶山石繁华 这么一个漂亮的地方像不像一个农家小院呢 其实啊我告诉您 这个地方是藤头生态酒店 而我身边这位呢 就是生态酒店的创始人傅平君 傅平君 现任藤头村党委副书记 藤头村村民委员会主任 2010年带头创建藤头生态酒店 不知道玉奶头什么样子呢 你拿给我看看呗 这个就是我们凤华的玉奶头 天哪好重啊 这小的这种是不是就是玉奶头啊 小的不是 小的叫玉奶子 大的才是玉奶头 大的才是玉奶头啊 对对对 我一定以为小的才是呢 在凤华 玉头就被称为玉奶头 之所以有名 主要是因为凤华一带的土质 完全解决了玉奶在生长过程中 既怕水又怕汗的矛盾 温湿的气候和较大的昼夜温差 有利于玉头的庞大和养分的积累 因此这儿的玉头颜色洁白 口感绵墨 一直是当地百姓餐桌上的最爱 玉奶头可以和任何的原料进行搭配 在酒店里做呢 可以将玉奶头做得更精细 哇 勺子一下去 立马切下来 就觉得软软的 这个勺子下去的感觉就不一样 看 味道不一样 放心 烫啊 是有点烫 哇 太好吃了 怎么说呢 就是其实为什么一定要吃凤华的玉奶 全国各地好多种芋头我都吃过 但是这儿的芋头 它的口感不像别的地方有些硬 有些干 这个芋头很软 棉软两个字 棉字做到了 软字真的是非常独到 而且配上那个肉汁煨了很长的时间 好香啊 哎 我有个问题啊 就是来到这儿坐在这里吃 感觉非常好 那您为什么要把酒店做成这个样子 因为我们芋头村啊 主要提倡就是生态环保可持续的 但是我们酒店呢也是搞生态环保 哦 秉承一个理念 对对对对 所以让来到这儿吃的人都会想要疼 对对对 为了秉承芋头村的生态环保理念 傅平均主张生态酒店一定要复制藤头村的生态模式 不仅在大棚下面全部用真实的花草树木 并且像店里这些特有的一些老物件 也是他千辛万苦费尽周折从农村考来的 事实证明老傅的这一做法 的确达到了他预期的效果 没有话我们的餐饮 这个起来这个创意很好 很新鲜 很生态 然后就这个大树了 这鱼糖我很喜欢 为了让游客能吃到地道的特色农家菜 老傅的生态酒店在菜品上注重江南人对原汁原味的讲究 保持了早先那些依海为生的民伯人 粗中有戏 咸鲜结合的味觉特色 并且在酒店的蔬菜大棚里 游客还可以现场采摘 收取少量成本费后 劳动果实可以直接送到酒店后厨加工 在他的生态园里面可以采摘 现材 可以现做让后厨现做的 那我觉得这个创意呢 可以让食客 就是说吃客 可以吃得很放心 很环保 这个菜品我觉得非常好吃 这是地道的章篮口味 如今富平均的生态酒店的日接待量 可以达到上千人 每年能给藤头村带来一千多万元的利润 可以说在藤头 每个人都在注重环保的大观念下 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 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生态致富路 在藤头村玩了两天啊 你会发现这个地方呢 早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家乐 而是城市周边的一个大公园 你想啊 这个地方靠近宁波 靠近上海 很多家庭都会在周末的时候呢 带着老人带着孩子到藤头村来玩 这是它的一个外在优势 区位优势 但是呢 它还有一个内在的优势 那就是藤头村的村民啊 全村上下多少年以来 一直在坚持一个理念 那就是环保生态 环保新村 只有环保 让这个村子才会变得越来越美丽 只有藤头村越来越美丽 藤头村的村民才会越来越富裕 好了 感谢收看本期的生态有道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